黑猩猩日备备选占最佳位置 等着接住保育園丢出的甘蔗冰砖 炎炎夏日动物园也出招 要帮动物们消消暑 黑猩猩们玩得不亦乐乎 自己的吃不够还想跟同伴要点来吃 也有的是躲在洞穴里 阴凉处慢慢享用 而不同动物们看到冰品反应可大不相同 例如像是黑猩猩 他们家族就是如果要吃冰的话 他们会很兴奋 全部会聚集在一起 看起来很像就是一群黑猩猩在做什么法师 然后中间是一个大冰块 那像金刚猩猩的话 基本上就是大只的那一只是爸爸 那爸爸拿到的时候 他就会先吃 他就会跑走 然后自己在旁边角落吃 就是老婆们想要去偷吃的话 他会想要把他赶走这样 那另外的话 其实有些动物像是大象 大象吃冰的方式就很酷 他们就是 他们有可能是用脚把它先踩碎 然后再用鼻子 就是把剩下的水冰拿起来之后 放到嘴巴里 消暑圣品让动物们来个小确幸 为了避暑活动场内 不时也会喷洒水雾 降降温 毕竟台湾的高温甚至比非洲还要热 动物们对抗夏季也有自己的一招 像是大象会拍打耳朵 扇风之外 也能快速让耳下的围鞋管散热以免中枢 如果太热的话 而且我们没有办法提供这些状况的话 他们真的有可能会中枢 也是跟人类一样 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例如像是食欲不振啊 或者是说你看他精神不好等等 就是有相关的症状会发生 动物们也会将泥巴弄在身上 达到防晒与降温的功能 就连日本神户设立王子动物园的北极熊 也受不了了 在整片冰雪上不断打滚 连丸丸致的体力都没有 高温也热下动物们 个个还得想办法帮自己降温 防晒与降温明显台北村报导